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認識到 多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Diana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今集是第四次和大家講 不想心病就搞定自律神經這個題目 我們今天會主要講關於飲食方面 自律神經其實聽起來就很難搞 但另外一方面它其實又好像很容易對付 其實很多自律神經的失調症狀 大部分都是由習慣所引起 譬如說太足球完美 或者給自己太多壓力 長期如果有這些不良習慣 就會導致自律神經失調 自律神經失調除了要接受專業治療之外 改變生活態度 調整自己的思考方式 在食物方面著手都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我知道平時我們經常都會說 要跟著食物金字塔這樣吃才是對的 其實我知道現在是最新 有一個最新的食物金字塔 袁醫生可否跟我們解釋一下 大家都經常聽到均衡飲食 每天均衡要攝水六大類的食物 經常強調一種食物金字塔 但問題我們看到現在的人 在這種指引之下的食物金字塔 其實人的健康一點都沒有好過 是越來越多問題的 所以有些人開始質疑 其實過去的食物金字塔 其實的背景是食物公司做出來的 所以他很強調喝牛奶、吃雞蛋 很強調吃穀類的食物 其實原來背後 根本是有政治商業的動機 是創造這種食物金字塔 結果發現其實有很多問題 以前那種食物金字塔 其實是有很多問題的 所以已經有一種新的食物金字塔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過去我們通常看到 五谷根莖類的食物是佔最主要的 最底層的方面 今時今日所有谷類 即米、小麥等 其實已經全部切除了 完全沒有了 取而代之就是一種蔬菜 重要就是蔬菜裡面 都是一種非根部的蔬菜 即不會包括薯仔、番薯那種蔬菜 因為那種始終甜品質非常之高 所以是一種叫蔬菜的食物 當然有機就盡量 每日百分到十二份 百分之十二份很多 很多 可以這樣說 應該每餐裡面都應該有的 總之多多少少 多半少少 是沙律 我們所謂的生食的沙律 最好就是 生的沙律 佔你的蔬菜裡面 最好佔一半 這個就是最底線 即是以蔬菜為主 因為蔬菜裡面 盡量不要是根部的蔬菜 是 有一種說法就是 你看看韓國人 其實你看到很少肥胖 韓國人吃烤肉的手法 用生菜包著它吃 原來最近的資料研究發現 原來你吃肉類 如果你是同時盡量吃蔬菜 就像韓國一樣 包著同時入口 肉類的問題 就會減低很多 但是一般都不是這樣 一般就是 吃沙律 就先吃一碗沙律 然後就吃其他食物 通常是澱粉質 肉類 通常是吃在一起的薯仔 但是原來發現 這樣吃法的效果是 沒有同時用蔬菜 一口蔬菜 同時一口肉 同時咬 同時吞 原來肉的問題會減低 這就是正宗韓國人的燒烤 很聰明 他們就是這樣吃的 香港其實有些燒烤店 你都可以叫一碟蔬菜 一生菜 生菜 包著你的燒烤肉 這個吃法是最好的 即是說蔬菜 一天百分到十二分 即是應該差不多有些 多多少少有些 接著 今次的達作是上一步 就是水果和乾果 毛花果 杏浦 提子乾 蔓月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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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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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豆, 红豆, 绿豆, 红腰豆, 鹰嘴豆, Chickpeas 这些是豆类的植物 它本身除了淀粉质多, 它的蛋白质也多 再移上去, 金字塔里面 开始有果仁和种子 例如杏仁, 北杏那些苦苦的杏仁 有B12, Laetriol 也知道对防癌很好 还有核桃, Apricot 核桃, 松子, 松子仁 Pine nuts, 松子仁 巴西果仁, Brazil nuts 松子果仁, 松子果仁 Pine nuts, 松子果仁 阿麻子, 白旗耳子 种子和果仁很重要 我们有时候觉得, 香港买蔬菜, 买有机 就比较难买得到 而且就算是也好, 都比较贵一些 有一种更好的蔬菜, 就是由种子发芽出来 用木树芽, 最容易发得到 有时候, 绿豆也容易发到 原来, 种子发芽之后 维他命抗蚌炎的成分, 会增加三四倍 而且酵素会强化 所以, 一种蔬菜, 自己种蔬菜 自己可能没有地方种, 没有泥种 就可以自己发种子, 发芽菜 在我们的绿菜健康店 几十年来, 我都有发芽菜 大大小小, 一层一层搭起来 其实, 你就可以自己制造有机的蔬菜 就用发芽菜的方法 好了, 接着就是油 我知道, 大部分过去的健康问题 我们过去, 用了很多植物油 原来, 这些植物油 结果是有问题的 应该用回传统用的油 譬如, 椰子油 很多地方都用椰子油 椰子油的耐热程度相当高 亦都比较香 所以, 椰子油是可以用来煮食用 而且, 椰子有机的椰子 椰子油很少是农药 没有什么需要的 所以, 这种植物 通常都是不会有农药的 那, 橄榄油 这两种油 橄榄油和椰子油 都是比较耐热的 可以用来煮食 但, 怎样都好 不要煮到起火 温度呢, 尽量保持 是越来越好的 好了, 其他的呢 那里, 橄榄油 那, 那里芝麻油 葡萄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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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药芝麻油 黄豆油 有没有药芝麻油 还有, 葡萄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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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有时候会弄错了 因为最近已经有很多人发现了 原来是大麻提炼出来的油 我叫做Hem Oil 它是可以医癌的 医癌、柏金顺、糖尿病、阳间症 其实很厉害很厉害的 但现在我们说的是Hem Seed Oil 就不是Hem Oil 虽然很多标签都叫做Hem Oil 有些人可能在网上看到很多厉害的资料 关于Hem麻子和大麻的医疗功效很高 我们看到就是Hem Seed Oil Hem Seed Oil 尤其对皮肤问题的效果是比Eventing Print Rose Oil 我们叫做月见草油 以前用开的和阿麻子油 所以最新的就是Hem Oil Hem Seed Oil 这些是用来食用 不是用来煮用的 最后就是肉类 最后就是鱼 鱼 鸡 鸭 鵝 上一层就是有生果 和干果 和豆类的食物 再高一层就是果仁 和种子 和油 最顶最顶 才是鱼 和肉类 比例上也看到 和以前那些是不同的 以前是菇类为主的 主量 然后有牛奶 鸡蛋 才有其他那类 现在这个食物金字塔 食的方法是很强化简性的 身体需要简性的食物 每个人对食物的观念都不同 那怎样才为正确呢? 其实我们如果买蔬菜 是不是一定要买有机呢? 很多人都是这样说 因为这个所谓健康的 健康饮食的流行观念提升了 很多人都觉得 有机蔬菜水果 就非常之盛行的 但是你知道 你很难去分辨 真的是不是有机蔬菜水果 那样 如大家经常都这样说 有很多无粮的商人 在种植过程里面 其实没有真真正正落实 有机耕种的 只不过修成之前 就用一些方法 就制造一些有机的假象 例如放些虫 制造给虫咬的这样的现象 所以 始终大家有一向有些疑虑的 最近我们在网上 也都看到新的资料 其实很多时候 不是说有机 就一定代表 它没有什么污染 是 反而 这个网站 这位Mike Adams 这个网站 很出名的 他网站有很多人看的 他开始去发现一些食物 即是有机没有机也好 他发现了发现 其实有机不是代表 一定没有農药 没有不好的物质 他反而 就自己去出现 就发现了很多食物 发现有些是没有机的 都可以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一定 强调是有机才用 但当然 我们觉得有机的好处 就是对自然环境也好 但始终 现在的认证标签 那方面 都有些少少 就是 不是那么可靠 都会出现问题 所以 我们觉得 就是 就算尽量有机 但买不到 都不要太过紧张 不要太过执着 不要太过执着 是的 那当然 什么疏锁都好 买回来之后 最好就是 在流动的清水里 用它几分钟 以确保安全 因为始终 有时有些新虫 有这个问题 那如果不吃早餐 是否可以又省钱又减肥呢 很多人都说 不吃早餐对得好不可以呢 那当然 是否呢 都视乎是因人而异的 有些人就 在成长的 发育的儿童 青少年 要多些 能量提供 活力的老人都说 早餐是必须的 嗯 不过呢 在对治療神经的失调 导致的体重增加 在减肥的人 就 不吃早餐 表面上可以省钱 亦都可以减肥 那 很多这样说 有些人说 早餐是最重要的食物 那当然 现在人 人的早餐 多数是西式的早点 其实早餐呢 可能是喝杯奶茶 吃点 吃的汉堡包 那样 就作为早餐 那样 那很多人呢 就很晚才起床 10点过后才起床 那吃了早餐之后呢 没多久呢 又吃回中餐了 中食餐了 那样 那变成了呢 上一餐早餐 消化未完呢 下一餐又来了 那所以呢 到底是否应不应该吃早餐呢 是否早餐是否很重要呢 都可以视乎身体的 有很多人呢 早上都起床 是完全没有胃口的 就是他根本 完全没有饿的意 你选去吃呢 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的需要 所以呢 都视乎每个人的身体状况 而定 一样是不要那么僵化 就是这些这样的饮食观念 都是这样视乎的情况来看的 那现在那些人呢 经常都说不喜欢喝水的 喜欢喝汽水 但如果不喝汽水 是否应该多喝点果汁呢 很多人都说 哎呀 气素很多糖的嘛 是呀 一罐一罐可乐呢 起码有八根白糖 那些人说 哎不要了 那不如喝果汁吧 但问题呢 果汁呢 就是那个糖分也都很高的 那也都会造成肥胖的问题的 那所以就不是等于呢 就是喝了果汁就好过汽水的了 那当然啦 那那 外面市面很多这些所谓的果汁呢 其实呢 是叫做food drink的 不是food juice的 首先叫做food drink 就是 那叫做水果饮品 其实加很多糖的 那那个营养那方面呢 那当然呢 那当然呢 香港呢 还有机会呢 是见到一些 有这个生果店啦 可以即时榨一些 生果汁啊 或者蔬菜汁啦 那这个就OK的 那但当然来说呢 就是 那个果汁呢 是不是代表水 喝水 就是喝水 和喝果汁也都不同的 那所以呢 既然要喝很多些 果汁啊 蔬菜汁啊 那不如喝多些水 这个简单点 就是不如喝水就算了 就不需要拿果汁来代替汽水的 嗯 那如果自己打果汁 是不是 够了营养又方便呢 那当然啦 如果是自己即时打呢 那当然 营养方面呢 是当然会比较好的啦 那但是呢 在那个水果里面的 纤维呢 如果你是 是果汁之后呢 那纤维就会少了的 那所以很多时候呢 现在新的做法呢 就是会用那些 搅拌机 压制的炸汁机的 那但是 有些维生素呢 就是会在那个 搅拌的过程呢 是氧化了的 是从而都会有些 有些破坏的 那当然呢 你外面买的那些 很多果汁呢 有很多添加剂的 因为你知道啦 那些果汁的东西 你自己的家里炸过 你知道的 就是杯子很快就变了颜色的 是 苹果很快就变成啡色的了 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这些这样的 果汁的方面呢 都是要小心一点啦 那 那 就是 就是 都是 都是适可而止啦 就不要呢 就好像当水那样喝 也都不需要的了 咦 哪看电视 哪吃零食 是超享受的 很多人的想法就是这样啦 那其实呢 我自己也有这个 犯了这个的问题 我很喜欢呢 去看电视 看电视呢 我就买很多很多 零食 零食 是的 那买杯饮品啦 那 好些我就会买杯水啦 买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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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时候我自己在公司健康店 我现在很好的,有些小小包的 以前那些很大包的,吃不完的 现在公司有些小包装的 一个手掌,半个手掌的包装 给你一餐吃的 我会买些柠檬,干果,柠檬 有时会买些朱古力 我很喜欢自己带进去 虽然戏院说你不应该自己带食物 但是没办法,全部都是不健康的东西 所以我有时买些水,水就没什么所谓 我也是喜欢的 但是始终这样的食法 很多时候不小心一吃 就吃很多过量的热量 很多人都知道,吃零食的人很容易胖 当然有些人说,你吃那个包装 包装其实比较健康 但很可惜,戏院买的包装 就有很多糖浆黏了 而且它所谓的牛油 都不是真正牛油 很多都是人造的牛油 加点颜色 所以很难 很难自己家里包装 包装的包装 有这种情况 那些人说,断食清肠又可以排毒 那是不是很健康呢? 其实断食呢 如果你跟美国有一派的学术 叫做natural hygiene 它都很强调的 有什么情况之后呢 我们都是用断食的方法 断食就是强调 就是可以把身体的最脏的东西都排泄出来的 那样 那你以前看回之后 就真的似乎好像是这样的 那如果真正正的去分析看来 其实很多时候在电食里面 你身体也都排到一些 有些黑糊的黏状的物质呢? 那其实呢 这些排泄物呢? 其实我们身体的 就是那个食道里面那些黏膜表奇的细胞 那自己自然老化 剝落呢? 其实也不是说 身体的很多人都已经 叱咬埋埋埋的那些食物那些残渣排出来的 那其实都是自己身体的细胞 那当然了 很多人都有这个这样的能力 习惯去定期做一段食 那也很多宗教都有这种广宗法的 那当然了 他们通常都不会很长的 对某个几十个宗 这个当然是没问题的 当然有些人说 什么事要断食 长期断食 我觉得对身体其实都是一种压力 自己要懂得如何用 就不要强行做 当然断食有很多种形式 真正正技术上是属于断食 其实只是喝水的 但是有很多人就不是的 喝点果汁 蔬菜汁 柠檬水 加蜜糖 在这种情况的断食 在技术上就叫做juice fast 就是叫做果汁的饮料的方法 就不是一个人断食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 身体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多 简单来说 你吃得简单一点 对不对 就让身体有多些休息 不要负担不太大 因为你始终吃东西 如果你什么都吃一点 同时吃一餐吃又吃肉 又吃淀粉质 又喝东西 其实那个消化压力 其实是很大的 很混乱的 所以简单来说 比如有种叫做monodiet 很简单 我只是吃一种食物 有些人说 一种食物会不会灵养不良 其实每一种食物是什么都有的 每一种食物是没有维他命 没有抗米炎 没有纤维 其实食物里面 什么都有 每一种都有 所以你看到很多地方的人 其实他们的食物 不是那么多元化的 我记得有一次在报纸 也看一篇文章 说一个英国的年轻 十多岁 十五十六岁 但他一生只吃五种食物 五种食物 不是五类 可能有些是苹果 一点都没问题 所以我给大家解释 其实每一种食物 都有各种食物的营养素 有时都不用那么紧张 那如果我们吃剩的食物 放冰箱 是否一定可以先补到呢 是否一定可以先补到呢 那当然了 冰箱当然是令到我们的食物 是容易保持 那这样 你吃了我们的冰箱 以前没有冰箱的时候 是不是很多食物 一定要新鲜 一定要跟着要扔 那当然了 就是这个是 生活方面呢 当然麻烦很多 那现在就有了那个冰箱 那我们就通常呢 就是什么都塞在冰箱那里的 但都要很强调 就是温度呢 就一定要低过五度 如果是冷冰冰冰的那些苦呢 又要低过零下十八度的 那才可以能够保持的 那当然呢 如果你想食物呢 是濕到太多的时候呢 那当然呢 那个温度呢 未必可以保持得那么低 那但是 另一种说法呢 就是如果你要省电一点呢 其实呢 那个食物 冰箱呢 擠满一点呢 是省电过很少食物的 因为食物里面呢 都是将那个 所谓那个热能呢 都会 就是会有 保持得到的 那所以呢 当然记住呢 就不要呢 什么食物放在冰箱呢 就一定会保持到新鲜 那也要视乎 那个温度是多少的 是 那如果 保健食品方面 是否越食得多越補呢 那你听到啦 在外国呢 就是吃了这些 这样的取笑一些维他命 就是进食的维他命 那些补充剂的人 那有一种说法就是 哎 美国人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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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全世界最贵的 因为他有吃很多这些 这样的维他命 補充剂呢 其实又消化不了 又扩杀出来的 那当然啦 就是補充剂呢 其实呢 那时今天呢 是相当之重要的 那始终呢 那现在那些人的 现在那些所谓的食物呢 已经是很差的 那在外国都做过很多调查啦 法然呢 一般人呢 如果你将他做化验啊 看看他的身体的营养状态呢 大部分人呢 都是基本营养不足的 那但是呢 就不是说 要吃得越多越好 就是要要要要要 就是要看 视乎那个定量啦 需要啦 就不是说呢 就是什么都 就是质质下去 那记住 那个 这些这样的保健食品呢 是单人只一个 辅助角色的而已 就是不要跟 主要食量去搞乱了它 ok 这些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自然了发与你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气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气 生命资源 健康之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我们也讨讨过八大错误的观点 我认识到有些朋友 他不喜欢吃蔬菜 那可不可以用水果去代替呢 那种说法呢 水果和蔬菜 有很多纤维 很多矿物盐 很多维生素 有些人 蔬菜味道不太好 那他就说 不如拿水果来代替吧 但当然呢 两者之间一个很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水果哪里是蔬菜少一点的 是 卡路里 是不是 所以水果的卡路里是糖分 所以卡路里是多很多的 所以如果你只用水果来代替蔬菜 你那个卡路里的进食量 肯定就会超标的了 所以两者之间都不是互相代替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食物金字塔 最低层是蔬菜的 是 再高上层一半呢 才是水果的 嗯 所有的份量方面都应该这样去看的 明白了 那低纳盐和薄盐醬油哪样比较健康一些呢 很多人都这样想啦 就是纳、酸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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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我吃低纳的酸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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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都代替的 表面上好像是好事 但到头来 因而摄取更多的甲鸡 甲的东西始终要均匀 要足够就可以了 如果它强到甲多 很多时候就会严重的 引发心律不整 腹痛 手脚的震 这种不适的症状 很多时候我们在病人里面 经常都说它是甲高的 甲高甲高 就说不行 叫它不要吃那么多生果 其实我觉得 那些甲高 其实不是因为生果 是因为其他药物 搞到它身体里面 那个抗物炎 那个平衡是失了平衡的 但是很可惜 在我们处理很多病人 我都很强调 那个疏剃很重要的 但是很多时候 这些炎就说 不行了 你甲高 就叫它不要吃 所以 其实不需要在这方面去搞的 搞一些薄盐的 试一下酱油 低腊的盐 其实不需要这样搞的 就是一般的适量用 小样用就是基本的原则 就不需要找一些特别搞过的 因为贵很多 低腊也贵很多 很多时候 它只不需要用其他的抗物炎 来代替它 袁医生 抗氧化和自由肌 这两个名词 常常都会见到 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那还有些听众 可能厉害一些的 可能已经知道是 什么是维他命C 维他命E 它们的好处 或者它们是可以抗氧化的 那究竟什么是抗氧化 和什么是自由肌呢 那我们知道就是要了解 自由肌是怎样来的呢 自由肌产生的来源 可以粗略分为两方面 一个是自己身体内面 正常的生理运作出现的 就是它自己会做的 第二个就是受到外界不良的影响 所产生 那譬如阳光 空气 水 是人类进行的 新神代謝的三大基本要素 而这些三大要素和氧结合的作用 就叫做氧化作用 OK 好了 即是光 空气 水 身体进行新神代謝的时候 是需要氧的协助 自由肌是氧化过程中的产物 除此之外 为了对付外来的病毒 或者细菌 白血球 也都会利用自由肌那种 吞着外来的入侵那种能力 可以这样说 我们也要靠自然形成的自由肌 来对付这些病毒 所以身体其实自己会做 因为身体也是靠自由肌 来对付这些病毒 有时候我们也听过 抗生素可以医病 其实原来抗生素 其实它不是真正正直接 就吃了下去 走到我们的血 走到那些细菌的地方 去杀那些细菌 其实不是的 抗生素 其实都是在我身体里面 刺激我们的白血球 是制造自由肌的 和伤氧水的 其实伤氧水也是这样作用 所以为什么伤氧水 能够这么有效之病 其实它也是一种自由肌 所以伤氧水的作用 都是刺激我们 好像抗生素一样 刺激我们身体的自由肌 当然抗生素会杀手一些好困 伤氧水这种情况 就不会那么多出现 好了 亦都是外在的因素 外在带来的自由肌 比如烟 酒 辐射 紫外线 电磁波 环境污染 发合物质的滥用 药物的滥用 亦都会令到身体里面 产生自由肌 但是我曾经说 自由肌不是全部都坏的 我们需要自由肌 帮助我们对抗外来的细菌 和病毒 但是自由肌 因为极度不稳定 它也会攻击细胞 而细胞组织 失去功能 影响整个器官的运作 令人慢慢衰老 新病 亦都破坏我们的DNA 造成基因的突变 增加罗患癌症的危险性 所以要注意的是 被压力追着跑的人 亦都是自律神经失调的高危险群 经常说压力压力 不单止情绪压力 精神压力 这些压力令到身体容易 在体内产生自由肌 因为压力疲劳 身体的身疼代謝不好 身体可能是顿积了很多 这些过多的自由肌 当然我们身体原本 都存在一些消灭自由肌的抗氧化系统 但当身体的自由肌过多 生长速度过快 这套系统就根本来不及 清除身体多余的自由肌 健康因此受了影响 当然为了预防 要对抗自由肌对身体造成的伤害 我们真的需要抗氧化物质的救援 是这样的 好了 那我们怎样知道 我们的自由肌够不够 有没有做一些什么测试呢 其实呢 自由肌的直接的测试 是很难的 是很难做得到的 但是呢 不用紧要 有些我们可以自己 我们身体的饮食习惯 平时的生活习惯 其实可以知道 我们的自由肌多不多 那譬如呢 我现在所说的是 会导致你的自由肌多的 就说如果你有你就压一下 压一压 压越多就越有问题 那就无所谓 你就加了 做个正字 1 2 3 4 5 这样加出来 比如说喜欢吃肉 好吃蔬菜 这个就是自由肌会容易增加 常常灭太阳 亦都没有做任何的防晒的步骤 也都会的 当然防晒呢 大家都知道 现在很多这样的太阳油 本身是致牙物质来的 所以我作为防晒 其实如果真的做 都是穿一些薄一点的衣服 拿来遮挡 就不要拿一般的太阳油去做防晒 长期使用电脑 也都会增加那个抗氧化的问题 自由基多 经常喜欢吃油炸的东西 加工的食物 这个是一个问题 有抽烟的历史 还有经常吸入二手烟 也是一个问题的 经常喝酒和有酒饮的 这个人有自由基多 通常吃一些就快坏的水果 有些人也是 看到水果正在坏 马上吃了它 不要浪费 其实这个也不是那么好的 长期吃某种药物 有很多西药 也有这个问题 有过敏的体质 经常做剧烈的运动 我经常都这么说 运动是要适合的 适当的 就不要太过剧烈 任何剧烈运动 是会令到身体 是制造多这些自由基 容易生气 紧张 情绪起伏大 这个也会造成自由基增 偏多的 然后生活压力大 还有自己年纪已经超过40岁 OK 袁医生 如果听你这么说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自由基 是偏多的 那怎么办呢 有些什么补充剂 抗氧化剂 可以消除疲劳 令到我们更加健康呢 大家都知道 现在医学界研究证实了的 其实很多的 抗氧化的营养素 是真的有办法帮助 巩固人对抗自由基的防御的 这些营养呢 通常在普遍存在食物里面 但是我们可以分居做两类 一类就是清除的 以及抑制自由基的天然抗氧化剂 譬如维他命C 维他命C是第一个被发现的维他命素 总而是因为维他命C缺乏 令到很多水手 所以说数以百万计的水手死了 因为不知道维他命C重要 在行船的时候 没有机会吃新鲜的蔬菜 所以说这是第一个被发现的维他命C 其实维他命C 是身体重要的水溶性的抗氧化维他命 它有很好的抗氧化的能力 能够消除身体的自由基 维他命C最厉害的 它可以说抗氧化能力 因为它是水溶性 身体任何的血液体液都到处不在 什么地方可以拿到维他命C 任何深绿色的蔬菜 就是一个很好的来源 所以别人以为维他命C 就是一定要吃橙 其实不是淨橙和柠檬 其实很多水果都有 另外一个就是维他命E 维他命E和维他命C 最大的分别 就是维他命E 它是一种叫做脂溶性的 是溶起脂肪的 就能够避免细胞膜的脂肪酸被自由基破坏 细胞膜里面的脂肪酸 所以它能够溶起脂肪 可以有效减少坏的胆固醇的存在 是皮牙、全谷类、豆类、鸡蛋 也有很多维他命E的来源 是 另外一种叫做GABA GABA GABA是一种天然的安基酸 全名叫做GAMMA 安基丁酸 GAMMA Aminobutyric Acid 这个就是全名 人体里面 多半就在脂肪里面 是中枢神经系统 抑制性的神经传递物质 我们实现知道 GABA在脂肪里面的浓度 跟我们情绪有密切的关系 当GABA的浓度低 人体就会出现情绪低落 恐慌、焦虑的情况 适当补充的GABA 就能够令脑部的沉症 令人放松 稳定情绪 以及GABA有帮助睡觉 什么食物有呢? 发芽的糙米 一会儿大家都见过 市面上的健康店都有的 有些糙米 它就少少发芽的 是的,有见过 它就不是发芽的 不是变成蔬菜 还有红菊 大家都看到 红菊 这类的食物 GABA是比较多的 好了,另外一种 叫做 流生酸 英文叫做 alpha-lipoic acid 亦都是存在身体的 一种天然的超级抗氧物质 来的 它和其他抗氧物质 最大的不同地方 它不单止是溶于脂肪 亦都可以溶于水 即是双方面都可以溶 水又可以溶 脂肪又可以溶 这种特性 令到 流生酸 alpha-lipoic acid 在细胞脂肪性的水面 自由出入 增加它 你捕捉自由肌的能力 它不会在水溶的地方才做到 换句话来说 这个是流生酸 它有最大的能力 是对抗自由肌的破坏 活化人体的细胞 还有 就是增加 体内原本已经存在的 抗氧化物质 我们通常 在我们身体 有叫做 Blood Brain Barrier 帮助脑被自由肌破坏 就是alpha-lipoic acid 我们经常用 我们经常用 保住脑袋的健康 吃得都要用的 alpha-lipoic acid 还有负Q10 库Q10 库Q10 一种是负酵素 虽然原格说的不是酵素 但是 很多身体的酵素 的生化化 反应 生理的效应 都需要负酵素的存在 所以它主要作用 是提供细胞的能量 令系统能够快速活化 那个负Q10 还有一种的称号 就是护心酵素 有时市面 他们都看到 广告都很强调的 负酵素 是保护心脏的一种 维生素 好了 还有什么呢 铜 铜 铜是一种 金属 但是微量的金属 亦都能够促进 超氧化物的奇化 那个 的铜 的人体的细胞 扩氧化 是最重要的 美 如果非充足的铜 就能够帮助身体清除自由基 其实是可以从肝脏、肉类、全曲类、坚果类、豆类、海铲 都能够摄取这些铜,即是硫黄 接着来说是铁 铁当然是有助抗氧化酵素进行氧化还原作用 能够消除身体新陈代謝过程里面产生的过氧化物质 达到清除自由基的目的 日常生活我们可以在什么地方呢?肝脏 大家知道肝脏,即是肝脏来补血 肉类、鸡蛋、豆类、绿色的蔬菜、全曲里面 其实都有足够的铁质 但知道铁质不能多多 因为有些人以为一小贫血就要吃铁质 是很错误的 贫血的原因很多 失贴的贫血多数因为胃肺羊出血 甚至乎月经过量 这是主要失贴的原因 但是要处理不只是单单吃铁剂 因为铁剂尤其比小孩吃得多 尤其是六岁以下的小孩 会引起小孩中毒的头号原因 这是外国经验 很多时候小孩不小心吃这些 然后是锡 锡能够帮助身体制度抗氧化酵素 当身体有足够的锡 抗氧化酵素的活性就比较好 身体排除自由基的能力自然提升 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可以从大蒜、洋葱、海产、葱 全国里面都可以拿到锡 Selenium 是很重要的 一种抗氧的物质 然后就是生 生 生和铜、铁、锡 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抗氧化的作用 但也具备增强抗氧化酵素的活性 即它不是自己做 但是它是互助增强抗氧化酵素的活性 这就帮助毒性较高的养自由基 转换成为毒性较低的物质 而达到抗氧化的效果 可以从肉类、海产类、豆类、奶类 都找到很多的星 当然最多海产类是什么呢 就是蠔 很多人会吃生蠔 吃蠔 当然 抗氧化是很多食物 全部都报道 亦都知道抗氧化是一种抗衰老作用 所以从而就是很多这些抗氧化的健康产品 顺势而起 这些其实都是有用的 但最重要是要适当地用 我们平时除了要抗氧化之外 我知道免疫力也很重要 平时如果经常有伤风感冒 我们都会说免疫力很差 很低 其实什么是免疫力 大家都知道 免疫力是一种身体抵抗的能力 身体是一种自己对抗外来的细胞 病毒入生的系统 一般这些就叫做免疫系统 这个可以说是我们身体有一队小小的军队 抵御这些是偵察的主要任务 平时工作抵御外来的入亲 比如细菌病毒 也有时候监视身体内部有没有伴军 例如不正常的真生的细菌 例如癌症那些细胞 当然人体里面的免疫系统是相当复杂的 但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支军队 就是白血球的部队 白血球的部队 它主要是要吞食那些细胞和淋巴球 就是由这两种的组成 比如淋巴球里面也包括B细胞 T细胞 FIMUS 和自然杀手细胞 NATURAL KILLER CELL 吞雀细胞的负责是对抗体积较大些的入侵 比如细菌和真菌 淋巴球负责对抗体积较大些的入侵 比如病毒 免疫力很与否 当然影响我们身体的习惯是很重要的 要想稳定治疗神经系统 当然一定要强化自己的免疫能力才可以 袁医生 那我们怎样才知道我们的免疫力是否OK 当然除了发现的方法之外 其实有时候我们和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都可以略之一二 比如和大家做这个简单的测试 看看你的免疫能力是否足够 有问题的 有几种答案 如果问题是对的 你的答案是对的 给自己2分 偶尔是给1分 如果不是就没有分 第一个问题 而这三参都是外边解决的 当然你经常都是给自己2分 选中就1分 很少就0分 第二反复减肥 看重一下轻一下重 第三 一个星期起码喝4次酒 第四 一天里面抽烟是10支以上 第五 经常吃的是油炸类的食物 第六 正餐就不吃 喜欢吃零食甜品 第七 睡眠的状况不佳 难于入睡或者是浅睡 第八 生活作息不太固定 第九 不常运动 或者是运动过度 两个都不行 第十 看到电梯就不会走楼梯 有电梯就走 就用了 第十一 好容易感冒 第十二 感冒通常很久才会好 第十三 过敏性体质 第十四 经常感到疲累 和体力不容易恢复 第十五 伤口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预合 第十六 容易反复便秘或拉肚子 第十七 有用安眠药的习惯 第十八 容易为了少少事就心烦 第十九 容易感到沮丧 情绪低落 第十 无论做什么都提不起劲 第十一 对别人的眼光是特别在意的 即是很敏感别人 怎样看他 第十二 对愿造的生活感到不满意 刚才那二十二的问题 如果肯定是给2分 偶尔给1分 而不是就给0分 好了 那分数是怎样看呢 如果你的分数只是10分以下 即是说你免疫力是属于飽飽型的 你免疫力很充足的 暂时都不需要担心乘病的发生 但都要提醒你 就是维持正常的作息是一定要的 就不要经常以为身体强壮就忽视了 如果你的分数是11分到23分 即是免疫能力是中空型的 你的免疫力是普遍的 但是就不会有什么大的毛病出现 唯一是令到要人继续担心 就是免疫能力 有时候是外强中肝 似乎你都要加把力补充 就是不要因为小小问题 可能也会慢慢先 就会迟来才报得到 好了 如果你免疫力的分数 是22分到35分 那你那个免疫力 属于的流缝型 即是有缝 有流动 那你出现那个缝疙 那建议你自己要饮食 作息运动三方面 要保抢自己的免疫力 那当然要确实做得到 免疫力的小小疙瘩 仍是可以被前回补回的 好了 如果你36分以上 就可以说 免疫力已经穿到大窟窿了 免疫力不好 差不多每次都走不过 流行性感冒的魔爪 而且一感染 就要很长时间才能复原 那你真真要落实健康饮食 养生好的和生活习惯 免治大小病一齐就报道 那有些什么食物是可以提升免疫力的 那其实呢 就是营养不足和营养不均 就是导致我们免疫力失调的主要原因 那 那 我们经常说 食物要吃得好 不如吃得妙一点 就是每天大鱼大肉 都会生肢吃坏的 也不是很化碎的 那所以呢 在食物里面 我们要吃得妙一点 就是不要拼命地大人吃 那譬如有些什么食物呢 那譬如洋葱 大家都提到 有些伤风 就会煮些葱 拿些水泵葱 那也有些人就拿些洋葱 就浸蜜糖 那就隔渣之后 那些洋葱汁在蜜糖 就平时就有些伤风 就用来吃的 那这种洋葱 一种辛酸气味呢 就因为它含有流化合物 那这些流化合物呢 洋葱还有些维生素 B杂啊 西啊 那个芥皮素啊 就是那些生物类黄酮那类 木生草 木生草草素 也有生物类黄酮那类 山内酚 也有生物黄酮那类 这种呢 都是能够提高免疫能力的营养素来的 那所以呢 但是要小心呢 含那个流化合物呢 就容易土脏了 那所以吃洋葱的时候呢 都要小心呢 配搭这些绿色蔬菜 减少那个腹脏的 那还有些食物呢 就是菇类 羊菇啊 草菇啊 金针菇啊 那个瘦珍菇啊 那些那些 当然啦 这些那些 那些 robot生蘑菇啊 那些呢 不单止是那个 那个那些营养型 那当然呢 亦都是很好的食物来的 那胡萝卜啦 胡萝卜素啦 区乙菇 九区杠菇啊 区乙菇啊 在香港人就很容易 temperature 但一些比较酸 那些比较少一点 原来奇異果含有大量的维他命C 有些甜椒,彩色彩红色的甜椒 有些绿色黄色红色这些好 山药,相信大家都想不到的 山药含有多糖体,例如灵脂 乳酪,酱酱,酱酱,酱酱酱 高粒菜,鱿鱼和大蒜 这些都是很好的提高免疫食物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袁医生会请带以下这个电话 2577-3798 谢谢袁医生 拜拜